主主席 國民黨立委初選辦法嚴擬中啊 說全民調即將納入考量啊 上週一個議題是這個 這個 武漢哥跟這個費委員在直播的時候 不小心有講到說 說這次就考慮說要把黨員投票 提高到50%的佔比啊 就是50%全民調 50%的黨員投票 這件事情意外走漏這個訊息之後 然後呢就引起一些討論 因為在上一次的初選 就是有三分 有三成的黨員投票 七成的全民調 三成的黨員投票 其實那時候就已經為人詬病了 就覺得國民黨為什麼堅持要黨員投票 就現在又說要把它提高到50% 那就引起很大的渲染大波 你覺得這篇文章是 真的是在消毒之前那個50%的說法 還是他真的有把全民調納入考量 你知道這個上一屆喔 一樣在台北市喔 然後他們有分兩種遊戲規則 就松山信義跟這個文山 是有黨員投票占三成 然後像那個中正萬華 中正萬華也有初選 那時候是林玉芳跟鍾小平 然後呢就是就是全民調 所以你一個城市裡面的立委初選 都可以分成不同的機制 那你就知道國民黨是有多麼的 因人設施 我認為國民黨真正的問題 不是全部全民調 而是心態的問題 怎麼說 就是像比如說最近很多人都在講 那個什麼馬文君模式 那個蔡政源講嘛 馬文君模式嘛 那還有那個江啟成模式嘛 就是說意思是說 初選落敗就算敗一點點 我都可以支持那個勝出的 那個整個黨會往前走 這個在黨內是一種 所謂的良性競爭 就是就算今天我初選落敗了 我會全力支持 可是在很多地方不會 你看不到這個現象 你看到就是初選落敗之後 就去扯後腿 就去離開這個黨 然後或是說怎麼樣 我就去退黨或怎麼樣的 這個是現在很多藍營支持者擔心的 像我今天我在廣播講 我說國民黨更那些資深的 立委也好 或是從政的人員 應該要跟蔡政源學習 我說蔡政源模式 還是一個這個 資深從政人員的一個典範 為什麼 因為蔡政源2012 他連任第八屆立委 他一連任 他就說他下一屆不連任了 我要交棒 那時候蔡政源才58歲 他那時候當了四屆立委 然後他就說他 接下來沒有 因為他說他做完已經62歲了 那他就覺得該交棒了 那你說徐曉欣 你要讓徐曉欣50歲才能當立委嘛 變成像秦輝珠的那個樣子的時候 才能當立委嘛 你就我覺得一個政黨 能不能讓民眾覺得 你覺得你有值得托付 或是說你的有沒有戰力 就是要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好來媒體人來了 郭台銘侯友宜誰出現 媒體人分析國民黨動向 不能把話講白 為什麼不能把話講白 然後郭台銘跟侯友宜誰出現 不是啦 不是誰出現的問題啦 是 郭台銘也沒把話講白啊 他只說他等國民黨一個辦法 他沒有說要參選總統啊 光這個差別為什麼 因為我說今年2019年的4月 郭台銘那時候一出手就是選總統 嗯 他直接說他要選總統啊 然後說不接受徵招 有沒有 好我要初選 可是這次不是喔 當然有一些這個歷史脈絡 包括他退黨了 包括這個有一些這個故事在裡面 那這一次郭台銘他直接 他是先說 等這個黨的一個辦法 那就我的瞭解是 呃他當然就是他去研判 怎麼選 就是說他是他現在會去 一定會有人跟他分析說 你如果要選總統 你的你的路徑要怎麼走 你的第一 那個上上策一定就是加入國民黨 用代表國民黨參選 對那個那個叫做上上策 那如果今天國民黨不讓你入黨 不讓你選 相對來講你當選機率降低 你有沒有選的必要 你就要再考慮了 所以他就不不講死 就是說你第一個第一關 如果你回國民黨 而且要取得參選資格 這個這個關卡不過 你要怎麼選 你難道你要成為那個歷史罪人 就是你要去分裂 當那個第三勢力去連署 我認為郭台銘不會笨到 去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你一旦去做這件事情 你基本上如果到時候是 不管國民黨輸或是 只要是民進黨當選 你就是罪人 戰犯 對 大家都不用不用找了 就是你 你那500萬 BNT的那個紅利 完全就變成是 就完全是扣掉了 所以就對於 我覺得對於國民黨 對於國民黨跟郭台銘來講 他們現在不是一個互刺 他們基本上是一個可以談的階段 我同意你這樣的說法 因為他上週講這個話說 在等國民黨一個辦法的時候 那時候在政論節目 多次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也覺得 那個辦法不是回黨的辦法 那個辦法是被提名參選總統的辦法 所以呢 這國民黨跟郭台銘各自有各自的盤算 郭台銘會覺得說我要等一個辦法 就是說我不但能夠回到國民黨 而且還能夠被提名選總統 我在等這個才決定我要不要選總統 對 但是對國民黨來說 這個決定就會變得 就會變得說 你要回黨沒有問題 但是要直接提名你選總統 這個可能就會有困難 來那看看 如果國民黨這條路 此路不開 此門不開的話 郭柯配有譜嗎 黃靖穎學姐說 柯文哲轉念了 沒有非要當政的不可 你覺得呢 黃靖穎講這段話不是沒有原因 是因為柯文哲 柯文哲一直以來 他的2024就 因為現在整理來講 你請問柯文哲當選的機會在哪邊 目前沒有看到那個 目前沒有這個機會啊 那唯一唯一有希望 從各項民調裡面做出來是 國民黨派朱立倫 民進黨派賴清德 他的民調會衝到三層 這是這是柯文哲唯一贏的方程式 那所以如果在國民黨跟民進黨的人選 還沒確定之前 柯文哲都要保留一個彈性 我只要國民黨跟民進黨的人選 最後確定的 甚至比如說 假設我今天郭台銘 也決定要去這個跟國民黨作對 然後跑來跟柯文哲結盟 那柯文哲也要保留這個彈性啊 就是他必須要保留到最後 我再攤牌 我覺得這是柯文哲現在最 他的這算是他的優勢 也是他的劣勢 劣勢是說他選總統 目前沒有選上的機率 可是呢優勢就是他因為他有這張門票 他可以去決定我要跟誰談合作 他可以在最後階段我再來決定 那這個柯文哲的 現在他先去走這個白沙嗎 四月份要去美國等等的這些安排 都是朝著選總統的目標前進 但他一定會預留一個跟人家合作談判的目標 那就要透過黨內的人去示範 我釋放出我有可能可以跟你們合作的訊息 所以學姐在放風向球 試水溫 OK 卡丫到三角色 你連山派 體格子 他們快在山西岡